大家好 欢迎收看《潮患科技》 随着世界人口增加 人越来越多 车亦都越来越多 人车差路的情况 相信不仅在香港发生 世界各地都不断地发生 今天我们请来双智谋类知新科技顾问冯德聪 Paul 上来说现金的新科技 出现了一些可以移动的吊桥 甚至是运送轮船的摩天轮可以折省一下地方 也可以折省到能源 Paul 其实现在现金的科技有什么运输设施是比较高科技的呢 我们经常说这些老人家说我走桥多过你走路 在香港来说我们走天桥的机会就很多 不过可以接着的像是吊桥那类的 在香港以前只有大澳有 但是我们比较少见到 不如今次我们就讲一些特别的交通设施 例如是吊桥 或者是混河 等大家都叫掌握眼界 其实我知道荷兰就有一座吊桥可以随意地移动的 不如先讲一下荷兰这条桥有什么高科技是当中涉及到的呢 我们通常说的吊桥就是两块大门板的东西 路面来的 吊高它 但是在荷兰这条吊桥 其实是非常之有趣的 他们就叫它做Flying Draw Beach 我们看到的这块像乌鹰柏的东西 原来不是乌鹰柏 其实是桥面来的 以以前的科技来说 吊高两块门板的桥 相对就容易一点点 但是随着物料 和机械的强度增加 你会发觉新方式的吊桥 其实是可以挺有趣的 刚才看到这个吊桥吊高的时候 底是黄灰相间的 它还是这个区的区旗来的 好像是一个小镇的镇旗来的 举高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举高的标语那样 去帮阵做宣传 放下来的话 完全是一条正常的路 你会发觉 其实这个装置都是一种装置艺术来的 而且还有就是说 挺有趣的 不是说吊高两块板 就叫做一条桥 我相信其实在香港 大家都没见过这么有趣的吊桥 设计商也有点用心 其实香港未必会现在有这种科技 其实世界各地又不会广泛地用这种移动道路 当中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香港始终叫做不是太多河流的地方 而且还有船运 对于Local Traffic 就是一些当地的交通来说 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我们发觉香港最多就是有过海杜伦 但实际上来说 在外国 杜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设施 尤其是运河多的地方 例如说在英国这样来说 有很多运河的地方 杜伦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下一个topic 我们讲的 其实都讲过交通设施 就是说除了刚才那块吊桥之外 其实还有些很有趣的地方 有没有坐过摩天轮呢 有啊 有啊 尤其是英国的London Eye 就是最表表者之中 大家都记得了 我们都讲过英国的摩天轮 不过这次摩天轮就不是人坐的 是船坐的 其实我们在英国就会发现有很多运河 有很多运河接通的地方是有很高度的落差的 例如在山岭之间 大家都知道水流过山 在山岭之间 落去下面 如果有落差就会变成薄布 但船是用不到过去的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英国的地方 在一条运河 落差有超过25米 大家知道25米是12层楼高的 如果水流过的话 会看到一条12层楼高的薄布 但船是用不到过去的 现在你看到摩天轮就采用了一个比较简易 而且是省能源的方式去做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要把船 举高上12层楼高 就需要很多的能源和很多的动力 但如果我们用摩天轮的方式 其实只是转一个圈 你会见到这个比船坐的摩天轮 就像我们所见到的摩天轮那样 转一个圈 将下面那一盘 装着船的一个盘 或者叫做一个盘 水就举上12层楼高 就去到上面那一层 同样 当然也可以将上面的船 运到下面 这个船坐的摩天轮 就像我们常常见到的摩天轮那样 转一个圈 就可以将人举高 大家都试过去到举高一件重的东西 如果我们是这样转一件东西 一个轮里面 去到两件重的东西去到转的话 会省很多力 这个设计既是省能源 而且还有非常有趣的 其实当中会涉及资金有多少度呢 据说是超过8000万英镑的设计 别看过摩天轮很好玩 其实也挺贵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投资高达8450万英镑 而且利用这个轮转的话 其实是省了不少的能源 因为为什么呢 两个盘都装满着水的时候 重量大致上相等 我们可以试想下 我们转一个轮的话 其实是比较容易搬起那只船 去到举高12层楼高的 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些力学在这里 今集谢谢Paul 我们介绍了 就是运输设施上的新科技 资本科技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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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